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让年轻人可以在大湾区做深层次的荣客 今天我们开始做智能化的昆虫工厂 前海都教了一些关于电竞和深港两地青年的交流活动 最后一次回来是2020年的年龄 姐摩近那摩尔 每次来都会喝一个冻奶茶 如果求医,我们已经是队友了 深圳都会是属于我们的第二个家 第一步是前海都会希望可以去到其他的城市 更多的一些年轻人可以多些上来去北望神州 然后前海十年之后都会成为国际的品牌 2022年4月 一年一度的深圳时装周拉开帷幕 秀场内外设计师云集 一位时尚界的熟悉面孔出现在彩排现场 香港设计师方丽华曾两次参加深圳时装周 今天她以观众的身份亮相支持朋友的时尚大秀 同时她也在汲取设计灵感 为自己下半年的发布会做准备 我觉得深圳其实是一个非常之 中与时尚的大都市 每一年十月我们都会参加 我们要参加春夏时装周 四月是秋冬时装周 这一次因为疫情就没有去参加 方丽华是一家高级定制服装品牌的创始人 曾登上纽约时装周和巴黎时装周 她的作品将传统潮袖与现代设计相融合 别有运质 在香港的时尚圈 方丽华粉丝无数 2020年就在事业风生水起之时 方丽华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我们十月份要走2023年的SS的时装周 一年我们其实基本上流程都差不多 这间位于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的工作室 是方丽华现在的办公地点 2020年她把设计工作室从香港搬到了前海 处理不来说你一定要交给其他后台同事 让他们去跟 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深圳前海 如今已成为港人北上的第一站 曾经的一片贪图 如今已经是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作为对接香港面向国际的桥头堡 这座年轻的新城因深港合作而生 借深港合作而兴 我觉得前海给我的感觉就是精英之地 觉得有梦想、有执行力、有创业热情的人都在前海 还有很年轻、很fresh的面红 香港的行业其实是很垄断的 已经是很多人已经做得很成熟的 但是海深圳可能你有很多新的机会 身处快速迭代的时尚行业 我平时其实睡觉那时候或者甚至上厕所 如果有灵感就会立刻拿一张纸或者筆 身边有什么就拿什么 可能纸巾、T恤都可以了 那就会立刻画下那个形象 将事业的重心从香港迁到前海 并不是方立华的第一次突破 实际上她之前的人生轨迹 与时尚没有丝毫关系 学生时代 方立华先后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 及美国乔治成大学 获得法律双硕士学位 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 然而就在律师职业生涯的上升期 她却抛弃所有人生积淀 转向时尚领域 那时我在律所做了三年IPO的律师 IPO就是帮助大陆企业去香港上市 每次在律师职业上市公司晚宴上 看到她们流着眼泪 很激情地说着自己的创业故事 那时就很有感触 觉得自己很想去建一份事业 因为时尚其实是自己的热爱 因为女孩都贪美 而且就很想要每一天都可以 很精神很美地去上班去做事 所以又选了自己的热爱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如果说从律师转行成为设计师 是方立华的第一次完美蜕变 那么从香港来到前海 她相信会打开时尚事业的新局面 如果在香港基本上一个毕业生出来 她的薪金就是一万五到两万之间 那这里的毕业生出来 其实她的薪金可能是五千八千元 那这个就已经是三倍了 那租金就不用说了 租金那边真的很小很小一个办公室 一个月都是几万万到十几万元 但是如果同样的面积 可能在这边就八千元 一万万元都可以租到 我现在是做抖音变现 声音变现 做抖音的 然后你这里面负责什么 这里面负责是一些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那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就是想通过做一些新媒体 其实我们想教新媒体 是因为想做直播 因为想拥抱这个变化 做一些新年书 就是小红书 微信 社群 抖音 直播 我们品牌都想做一个 online的转型 前海 前海吸引方丽华的除了低廉的房租和人力成本 还有更多事业拓展的可能性 试水新媒体将方丽华的时尚事业带入了一个新赛道 不过无论借助怎样的媒介方丽华想表达的始终是东方人的审美哲学 一直以来 它的设计中最亮眼的元素是潮秀 这是一种在它的祖籍潮汕地区流传的传统刺绣工艺 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品牌 需要有一个设计师 需要有一个人将这些传统的刺绣 用更新的方式去表现出来 然后用我们东方的审美去影响到世界 这件是2018年我们在纽约时装周行展示 另外这件衣服是用了24K的金线潮州刺绣 这个是一个凤凰带着所有拖着这个长蚊 这个长蚊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寓意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方丽华为下半年深圳十中洲设计的炒绣服饰 需要尽快照绣娘制作出来 今天朋友为她推荐了一位深圳的绣娘 她决定去见一见 方丽华让绣娘现场绣出一个花样 以考察绣娘的功力如何 这些绣娘都是从小的绣娘 我七八岁都会绣花 对 七八岁 潮上的传统就是七八岁的 七八岁都会绣 小姑娘什么的 她们在家里面是帮助家里绣花 一天够晚绣八毛钱 对 对 这个花形就是 上面有点弯 对对对 对对对 下面的花形会好看 潮绣的针法反腐百变 对绣娘的计法要求很高 寻觅到合适的绣娘并不容易 方丽华计划疫情缓解后 再去潮汕地区寻访 可以吗 稳不稳 不行 你给我 拿两个夹子给我换 OK OK 为了对已经设计好的服装 进行细节调整 方丽华请模特试穿 她还蛮适合我们的衣服 适合 摆姿势 再摆几个姿势 然后这个穿 因为一直吹一直吹 你就不要管 对 你就这种 就虽然她很优雅 但是你走得杀一点 模特的展示 帮方丽华在脑海中 一遍遍模拟演绎出 梯台效果的呈现 对于微小的细节 她都力求完美 从律师到服装设计师 从香港到前台 方丽华每一次人生的蜕变 都向着她理想的目标迈进 关于未来 她给自己制定了十年计划 那我们在这里 其实是想跟着前台 十年之后 都成为国际的品牌 成为可以面向世界的 东风审美的品牌 代表中国的品牌 我都希望是这样 因为在前台 就是对着世界的窗口 作为港人北上发展的第一站 前海是造梦之地 也是圆梦之地 有些人在这里完美蜕变 华丽转身 而另一些人 选择在熟悉的领域 深耕细作 来自香港的郑卓斌 希望将香港复学士课程 引入内地 疫情阻隔 两年筹备 她的教育梦 能否在前海实现 2020年 方丽华将工作重心 从香港转到前海 前海 为何成为港人 北上创业的第一站 她们又将如何 打开事业的新局面 云茶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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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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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香港有个名姓叫阿鞠 就是那个鞠 阿鞠 你叫他阿鞠 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叫 你叫他阿鞠 我就知道他是谁 OK 江山与鞋多鞠 每周三下午 这样的场景 都会在深圳市前海国际人才港上演 江山与鞋多鞠 郑卓斌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来前海创业 已经是第三年 这样免费的粤语课 他已经持续开了一年多 来这里听课的 都是前海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为工作需要 他们经常要与香港人打交道 一口流利的粤语 可以给工作带来诸多便利 这也是郑卓斌 开设免费粤语课的初衷 江山与鞋多鞠 人无数英雄敬直邀 差一点点 你差不多完美了 色秦皇汉武 色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略书文采 郑卓斌和内地的缘分 由来已久 中学毕业后 他从香港来到内地读书 毕业后 在教育行业打拼十多年 其间 郑卓斌还曾在广东的东莞 创办培训中心 2019年 为了寻求事业上的发展 他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 在2011年 自己开培训中心 一直做 做了八九年 一直做到一九年年中 全部卖光 我会选择前海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做教育项目 一定是招生 前海是现在 真是在大湾区最觸目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的项目放在这里 对于全大湾区的学生 想来我们这里 是一个很方便 交通又方便 也是一个资讯性最容易接收的地方 和许多过河来前海创业的港人一样 郑卓斌打算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入手 来到前海的第一件事 他希望将香港的复学士课程引入内地 然而对于很多内地人来说 复学士课程还是一个新名词 因为事实上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 有能力 立即去读到本科 变成我们多一个副学士去选择给他 就变成一个缓冲 可以先读两年副学士 再后面升读本科 可能接轨香港大学 外国的大学 我现在想做的这个香港复学士课程 是大湾区首个香港复学士课程 修读香港复学士课程 在传统升学路径之外 为内地的学士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 不过这样的课程对于内地 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郑卓斌迫切地希望在前海组织一场宣讲会 推介这门课程 为此他要到对接的内地学校 商讨宣讲会的推进情况 所有的交通 歇市都很完善的 就要有什么都有什么 这里是真的很方便的 右手边已经是深圳湾口岸了 如果通关的话 就可以从深圳湾口岸回香港 董卓是一位国际课程专家 在宣讲会召开前 郑卓斌希望董卓将课程设置 进一步细化 宣讲会原定于去年底举行 突如其来的疫情 各大院校都处于停课状态 延期至今 最晚五月份 需要完成宣讲会的工作 才能实现九月开班的计划 新事业没有进展时 郑卓斌继续做自己的老本行 为内地的国际学校运营香港课程 中文字幕 这个关键一点 家长真的会问的 那究竟科兴科目 我们科兴科目是哪几课 Gelary你知道吗 公民与社会 我再讲一遍 我不希望再有人 连这个最基础都搞不清楚 通行我们学不学 必须学 通行是 现在的高一高二高三 还是考的 只是下一年高一进来了 我们才改变成为公民与社会 没办法 郑卓斌在这所国际学校 运营香港课程已经半年多 为内地教师培训香港课程 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 一国联系下很安全 还有了 选授课 这个香港课程 因为我们很多时间 没可能每一个全部都用香港老师 同时间内地的老师 也都不是未必那么了解香港课程 所以其实我日常工作 有一个很大的蝙蝠 实际上真的在做一个教研工作 也都希望内地的同事 更加了解香港课程 郑卓斌服务的这所国际学校 位于沙井 这里也是他母亲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黄西 黄花江就是广州 我妈就是沙井的本地 我爸是福田的本地人 他们两个是在香港认识的 然后结婚 我就在香港出生 我妈妈觉得挺神奇 她几十年前要去香港 现在几十年后 我又回到这边去工作 我还跟她说回你家 我妈妈乡下 就是我妈妈乡下 因为疫情 香港与内地无法通关 郑卓斌已经一年多 没有回到香港的家 这几天 住在香港的母亲 要接受白内障送付 她有些放心不下 喂 所以创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但他们尊重儿子的选择 眼看已经五月初 宣讲会的时间还没有敲定 这让郑卓斌倍感压力 为了缓解压力 为了缓解压力 每周二晚上 前海运动场的足球赛 是她一直坚持的事 以前小时候 在香港就喜欢踢足球 到大过了 可能时间少些 重点是足球 因为需要很多人 一边起码都五个 八个 你才可以一队一起玩 在这边就有一个好 我们也是集中很多年轻人 我们可以一起 前海管理局也提供了 一个球场给我们 免费的 还有水也提供给我们 所以在这件事上 我们就很简单 我们只能约人 真身打中间 前 真 真 前 你打中 好好好 郑卓斌是足球赛的组织者 这支前海青年足球队 队员中 有些是来前海创业的港人 比赛渐行 与朋友聊聊天 成为他这段时间 最放松的时刻 香港踢球要戴口罩 不是啊 真的 我的朋友拍过来 说在香港 戴着口罩踢球 对 这个天气这样 这个天气 戴口罩踢球 然后真的有管理员 在场边 查你 看着你 你一脱下口罩 喂 喂 你戴上口罩 哇 戴着口罩 没有戴全面有人看的 有啊 他现在 特地把人 随着疫情缓和 一个好消息传来 宣讲会 定于两周后 在前海举办 郑竹竹兵开始忙碌起来 后面那个瓶有那么大吗 楼下阶梯那个 后面的瓶只是到你头上 你它不是落地 好 我儿子很张 所以如果人在大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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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恩也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一个万众主目的一刻 我们来共同建设的当安区首个相反共学师课程的诞生 所有的来宾们 来可以跟我们的嘉宾一起 倒计十五 2022年5月13日 郑竹兵筹备已久的宣讲会终于召开 这也意味着他将首个大湾区复学式课程成功落地 请动 机场运营加那个航空物流 那这个是真的是可以说是我们王牌专业了 无论是读书 老师的试制 再加上我们背后的一个出路也是可以说是最好的 其实是这个目标非常重要 我们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 让两地年轻人可以在大湾区做深层次的融合 做到共同周学 共同周业 还有两地青年走在一起 那第一个我们会出现的是一个新式科技科IT 宣讲会成功举办 郑竹兵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下来 半年来的筹备终于如愿 前海事实上也都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跳板 令到我们任何项目可以辐射到大湾区 深圳前海或者香港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成就了 为了能够在下半年的深圳时装周上大放异彩 方立华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备工作中 宣讲会后 香港副学士课程的招生工作提上日程 郑竹兵比从前更加忙碌 前海对他们来说是探索是转变更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期待 ungef稍微